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ostgres的数据库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insert语句 咱们上一期建立了一个表 但是这个表里面还没有数据嘛 对不对 今天咱们就要往这个表里面插入一些个数据 怎么插 就用到这个insert语句 好 那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今天的知识点就一个insert语句 该怎么用 大家请看 insert的基本语法 我给您放在这 咱们一起来讲解一下 看啊 首先是insert关键字 我插入insert的英文什么意思 插入嘛 对吧 我插到哪去 into into什么 借词 我插到哪去 后面跟一个表明 我插到这个表里面去 然后表后面这个字段 就是说我要插入哪些个字段 这个地方一般都是指非空字段 放到这个地方 然后后面跟个value 再跟上这些个字段 我付哪些个值 这个字段和这个value是一对应的 比如说我在前面写了五个字段 那后面呢 我想要给五个值 这样的话就能够插入一条记录了 对不对 听起来有个抽象没关系啊 咱们马上看一下今天的例子 当然说有这个SQ经验的朋友 马上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好 那咱们实验一下啊 大家请看 我这有几个insert文 这是今天咱们要实验的 首先咱们呢 插入一个文章表 然后标题内容都为空字串 该怎么插 咱们上一期呢 对这个表做很多的约束 对吧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上期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我做了很多的约束嘛 对不对 ID不用管 这是自动生成的 自动加一 然后这个标题呢 咱们是note now 非空 然后这个内容呢 必须要大于八个字节 没问题吧 然后这个草稿呢 默认为true 然后是否删除 默认为false 然后这个建立日期 是当前系统时间 都没问题吧 OK 这是咱们的约束啊 好 那咱们就来试一下 首先咱们插一个 标题和内容 都为空四串了 能不能过 肯定不能过 要报错嘛 对吧 这样吧 我说起来空口无凭 咱们马上运行 试一下 首先我先连到我的数据库 psql coma 博客 blog 进来之后 咱们先DT 看一下现在表 有一个没问题 再点D 敲表明 看一下表的描述 这个约束呢 都在 没问题 好 那咱们就该干正格的了 干什么正格的 这我就不敲了 咱就直接拷贝算了 敲的话时间有点太长 咱们插一个标题内容 都是空字串的记录 看看能不能插进去啊 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报错了吧 报的什么错 报这个约束错误 说明什么 这个内容 check函数出错了 也就是说 这个 第一个空字串过了 check过了 但是第二个呢 因为我要大于8才行 所以说我不大于8 报错了 有朋友说 你这不是一个空字串吗 你不是不能为空吗 怎么还过 对 咱们再看一下 这是咱们的标题 我写是note now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在post grade里面 这个空字串 它认为是有值的 不是note now 所以说 它check过 但是第二个 小于8 所以没过 那咱们再运行下第二个 我把这标题 设成now 看看它报什么错误 好 试一试 注意看 我这两个语句 不同的错误 大家请看 我这个没插进去 它报什么 它是报这个标题 不能够为空 我违反这个约束 为什么 这个标题 我给的是now 所以说我违反 它就不再像 刚才是 报这个post里面 这个内容check错误了 为什么 它第一个标题check就没过 它就不往后再check了 它就直接给它报出来 这个咱们的约束 就说明起作用了 对不对 OK 那么再接下来 我看 咱们再执行一个全对的 试一下 为什么全对 首先说标题有值 另外我的这个字符内容 数数 123456789 我的内容大于8 对吧 所以说就能过 试试 没问题吧 插进去了 然后咱们select 看一下结果 咱们看表的内容 用select语句 这个没关系 这个机会咱们都会讲到 包括这个 如何连接 左连接 右连接 外连接 内连接 都可以 咱们请看 插入的季度 因为我刚才插入失败几次 所以说呢 这个ID已经变到了7 然后呢 表的标题是 title1 内容呢是 content11 然后呢 是不是草稿 处 是草稿 是不是已删除 false 未删除 然后呢 现在是我当前的系统时间 没有问题吧 说明咱们插入成功 接下来 咱们再插一个 什么记录 再插一个 我的长度正好等于8的 看看怎么插进去 够 诶 失败了吧 为什么失败 长度 咱们check 长度大一把 才插进去 所以说 咱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插入成功 没有吧 说明失败 那怎么办 把这两个记录都改一下 好 咱们再试试 看看这样 能不能就插进去 没问题 下面的记录 同样也是一样 这叫32 不合适 叫33 好 插完之后 咱们再select一下 select什么意思 选择 把这个表里面 记录 再给它选择出来 大家请看 非常的漂亮 成功插入 没有问题吧 这个就是说 咱们操作数据表 然后往里面 插入各种各样的数据 非常的简单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 熟悉 这个SQL朋友 一看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如果没熟悉的话 不知道这个SQL 使用方法的朋友 通过我这方法 您知道 原来是 插入数据是这么的简单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如何插入数据的知识点 希望您能够明白 让我的代码 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让我的视频 会传到YouTube 依库的供您观看 好吧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